今次貪心點和你們看完三間不同的超市 還有東南亞超市 今天我們來到第二個超市叫Lidle 這間是比我們之前走的大一點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進去啦 這間相當我們之前介紹過的K Supermarket PRISMA那些會比較小一點 不過雖然它比較小 但是基本上的東西 比如說蔬果、水果、麵包等 基本上都會有的 通常我在這裡會買一些薯仔 因為這裡的薯仔是最划算的 一會兒你就知道有多便宜 這棵西蘭花大概12個多港幣 其實也算是偏貴的 不過薯仔就真的很便宜 2kg才13元港幣左右 各式各樣的通粉意粉 都是很平民的東西 一包500g才6元 然後這裡的肉類 好像雞胸肉這些 我也是趁它有特價 譬如這個30多元才會買的 這裡最幸福的是芝士 真的很便宜 這裡十幾塊才11、12元左右 哈哈 這就是我在這裡的戰利品 接著我們就和大家來到Asian Market 在Asian Market裡面 各式各樣的粉麵 還有很多可能來自大陸 或者台灣的食物 這裡有很多餃子 不過全部都是這麼貴的 這裡是無限的即食麵 我覺得在Asian Market 最方便的就是可以買到一些做糖水的材料 例如做西米露 或者你想做小丸子的糯米粉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這邊就是煮食很需要的蠔油 還有豉油 那些 這邊就是我一開始叫它特價 所以買了一大罐的咖喱糕 誰知道我原來交易之前都還沒用得完 嗯 這間就是另一間超市 相對來說 比較小 不過有些東西便宜一點 菜可能有時候便宜一點 還有很多冰鮮的東西 現在你看到就是 一些醃製品 還有一些芝士 還有乳酪等等 這裡有超多的豆類 不想要什麼豆就有什麼豆 是沒有西米的 這些平時都很舒適 這間超市 這間超市就大量東南亞的食物 比旁邊剛剛那間K Supermarket 就多了很多 這裡還有很多薄餅類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這樣拿一包 就買回家吃 超多 這裡是一系列的調味料 有什麼Rosemary 還有什麼滋鹽粉 總之所有你要的東西都會有 這裡還有很多一包包粉 全部都是 這間就是我們商場裡一間小小間 東南亞的食物店 聽店主說 他們的菜都在瑞典運過來 這裡是我見過最多菜的地方 三集的超市特輯就完了 拜拜 拜拜